现在有一些国际民调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评价 情况是多样的 它涉及到是哪一个民调机构 是你调查的范围 调查的具体对象 你哪些数据 另外你怎么来分析 怎么做判断 我想情况是多样的 刚才你提到有中国国家形象 有下滑 你说有这样的结果 我想原因也是复杂的 有些是因为一些外国民众对中国不了解 那么有些则是因为受到了某些反华政客的误导 我想说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一段时期以来 个别反华政客 在涉及 在给中国进行攻击抹黑 你刚才提到了疫情 可能病毒溯源 是香港 新疆这些问题 你看到一些个别反华政客 在这些问题上 大肆抹黑 失忆的变造谣言 同时呢 混淆视听 我想这个对部分的美国民众 对西方的一些受众啊 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那么我想说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全国政协啊 也积极开展工作 包括我们不少委员 积极发声 是吧 阐释我们中国的立场 驳斥啊 一些错误的言论 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 同样讲到 这个民调 那么我也想说啊 近期也有一些 国际独立的民调机构 他们的民调显示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啊 普遍更喜欢中国 我想大家也看到了 这样的民调的报告 中国啊 有一句俗语 叫百分不如一见 大家都熟悉 我相信啊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到中国来参观访问 同时啊 我们也加强 对外的交流 加强对外的合作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中国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啊 也会不断的提升